一名来自霹雳怡保的52岁理发师邱灵波 在我国居住数十年 但一直持着红灯记 无法转为我国公民 他自12岁领取红灯记后 曾多次申请公民权 却屡遭拒绝 最近一次在2018年申请 但却在今年1月 收到政府发来的拒绝公函 邱灵波说 多年来他无法享有援助金 也难以出国 有些海关人员甚至会对他 投影异样的眼光 把他当成罪犯看待 邱灵波今天和母亲黄凤珠 在马华霹雳州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刘国南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邱灵波指出 他是在问来出事 五岁才被父亲带回我国 如今他既有女儿 也有外孙 但他自己却是无国籍人士 也不能投票 刘国南认为 政府应该一劳永逸 解决红灯记问题 他促请内政部 尽快让符合条件的人士 转为公民 同时承诺会致函内政部 和首相政治秘书反映问题 然后请 chickens 请按赞订阅 和首相政治秘书反映问题 请按赞订阅 请按赞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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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 订阅